劳伦斯世界体育颁奖典礼在即 2月17日 邓亚平在微博上晒出行程 称受邀准备出发 此外他还借此澄清了 关于自己和儿子的国籍问题 网上关于我和儿子的国籍谣言 时间很长了 我在此声明 我和儿子林汉明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籍 虽然他出生在法国 但一出生就拿了中国护照 我们作为中国人而自豪 能为祖国拼搏而感到骄傲 并称 作为一位母亲 希望大家能够共同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 给我们的孩子们 衷心感谢广大球迷朋友们多年来 一直对我的关爱和支持